陳先生是我們的牧師 現在是在加州 他已經五年沒有休息過了 是時候他可以去加州 跟他的閨女享受一些家庭溫暖 今天是Moses作為我們講道的弟兄 今天是我Gordon 盡我能力替Moses弟兄 用國語來翻譯一下 他在這邊感謝我事實上的小弟不才 盡我能力 剛剛我在講那個詩編 今天從西西章的第一到這十五 講究的是舊約裡面的大偉王 被敵人追殺非常困苦 在聖經裡面是形容他的敵人 像獅子猛獸一樣把他包圍著 那在十七十二 句十二節裡面呢 這說他的敵人眼睛非常轟狠 要求他們把我包圍著 準備鋪上把我死癢 大偉呢 那個時候完全無力 非常需要幫助 他既不夠敵人強壯 同時他非常擔憂 更加就是憤怒 所以在第十四節裡面 大偉王呢 則求主幫助他去對付這隻世人 他說 主啊 求你再把我從這個熟人手上脫困 那最重要的要注意 這些熟人呢 擁有的財富 擁有的東西 只能夠留在世上 他們這些熟人可能在生的時候 擁有好多好多 但也僅此而已 他們的財富只能留在世上 大不了就給他們的兒女 張帶不去另外任何一個地方 在第十五節 就是精粹所在 他在絕望的時候 求主 主能夠幫他對付這一切 在正義面前 主跟他在一起 然後在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只要看到主的臉 就已經得到滿足了 在絕對絕望之中 大偉還是非常有信心 終於有一天 他還能在主旁邊 能見主一面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希望 那首先我們要只明白 希望不是什麼 希望呢 跟其他熟人 我們常常混鳥的 痴心妄想的 常常混為一談 希望並非痴心妄想 希望並非痴心妄想 因為世人常常把這兩個混回一談 因為世人常常把這兩個混回一談 然後就希望今天 陽光燦爛 他們用的意思是希望 希望他們能做得好 在一個測試 那他們還沒有學過或準備過 痴心妄想的希望 也可能就像 我從來沒有為這趟的講道翻譯 做任何準備 希望這趟能非常成功 其心妄想的是 我可能對於某一位朋友 某一位人士 希望我對他好 他也能夠向我對他好 這一般返回給我 希望跟許願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根本沒有任何的實在的根據 以為可以發生 那素人呢 常常會把他混淆 但是我們身為一個基督徒呢 這非常不同 我們是有好大的分別 我們肯定我們的希望能夠成真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堅決的 背後的 強大的 而是很久永遠的幫助 1 Corinthians 13.13 它說這 看我們的 slide 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 值得很清楚 我們的希望是來自一些三個支柱 這三根支柱呢 就是如今常傳的 有信 有望 有愛 這三個 其中最大 是愛 使徒保羅清楚明確地告訴我們 我們的希望是建立在這三個支柱之上的 我們聽很多東西關於愛 愛是這三個支柱裡面最重要的一支 因為愛 主把他唯一的獨生兒子 吃給我們 然後主也告誡我們 命令我們要愛彼此 那至於信呢 信呢 就是你看不到 但是你知道它存在 如果你要去希望能夠崇拜主 但是你根本則不信 那從何開始崇拜呢 在聖經裡面曾經一路指出 小如寂末的種子那麼小 終歸有一天 會變成宏大成長 以後能夠把山能移開 通常我們常常聽的是有關性跟愛 很少聽到關於希望 那今天我們的目的就是把這個希望 讓大家常常畫在心上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希望真能改寫一切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什麼上面 就像我們剛剛所念詩篇裡面的大衛王一樣 在世上好多人都沒有聽主的話來行事 外面充滿了那些罪惡 充滿了不公平 充滿了邪惡 那你只要翻開任何新聞 你就知道地球的病有多重 現在我們看到 活在一個充滿謊人 連說謊了或者聽到不真實的 都變成常態了 有些人 公然做這件事情 把它當為平常 其餘的人 我們都是保持沉默 根本不會控訴 他們也覺得理所當然 我正在你面前撒謊 你砸你 大家追求的就是 財富 名利 但是呢 忘了什麼是真正我們該追求的正義 那我們這時候繼續 負重前行 很多事情 並非如我們所希望的 或者是計劃的 來發生 有些人 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尋找半分的安寧 都已經是一種困擾 有些時候 內心的鬥爭更嚴重 因為常常用貨 把我們拉往俗世裡面 追求何往的權利 金錢 名利 偶然我們都不偏俗地追求了這些名利 財富 權利 把它傳起來 有些時候會沾沾自喜 可惜的就是 這次喜樂很快又消失了 那作為一個基督徒 該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所追求的應該像使徒保羅在菲利比書三章七到十一節所說的 OK and this passage says For whatever what gains to me I now consider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What is more I consider everything a loss compared to the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se sake I have lost all things I consider them garbage that it may gain Christ and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righteousness of my own that comes from law but what that is to faith in Christ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from God on the basis of faith I want to know Christ yes to know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His sufferings because becoming like Him in the dead and so somehow attaining to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菲利比書三章七到十一節 這個是Paul 師父保羅所說的 只是我先前以為 對我是有意的 我現在 因基督的緣故 而當作是有選的 不單止如此 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選的 因為我以為 我以為 我以認辱 是我主基督耶穌為自保 我為祂已經雕氣萬事 看作糞土 為要贏的基督 並且在 並且得以在祂裡面 不是有自己 因律法而得來的義 而是有信基督的義 就是基於信 從神而來的義 使我認識基督 知道祂符活的大能 並且知道和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或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 復活 你必須知道 當聖徒寡羅寫這一段 在福利比書三章七到十一節的時候 他並非在想著福 他並非像我們所希望的 已經退休了 住在大房子 享受陽光海灘 不 那一刻 他是在羅馬的監獄裡面 正在受著痛苦 受著煎熬 那一刻他在監獄裡面 被鐵鏈鎖住 有其他的人 看守著他 他沒有辦法得到自由 也沒有擁有任何物質上面的任何東西 甚至乎 交不保息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完全不知道 偏偏在這個絕望的環境裡面 使徒寶羅當時心中所想的 反而是有信心 有自信 非常坦然 而且他已經覺得已經勝利了 他曾經一路是一個官員 也擁有了不少東西 司徒伯羅 後來一切都沒了 但是在他生命最困苦的 最悲慘的一刻的時候 他反而覺得他擁有的是他真正的顯示 而且他覺得最有價值 最該珍惜的 就是他認識的主 這個才是他最後得到坦然的基礎 所以在這篇文章 他在這篇文章說了 他關於他的無限的希望 在能力的復活 和分享在耶穌的患 而因為那裡 他看了自己 很豐富的男人 因為他擁有神 除了所有的傷害 他擁有的 包括他的自由 當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包括他自由 他的財富 他的權勁 作為一個官員的權勁 傳得美的時候 他不單止沒有覺得自己殺得美 他反而覺得自己 擁有了一切 因為他很缺實地知道 他可以像主耶穌基督一樣 復活 他從來在這一刻 他沒有覺得自己失敗 他反而覺得他贏了 當世人覺得他一無所有的時候 反而他在寫這個書的時候 他得到了一切 他寫這個書 是菲利比書 四章四節 你們要常常喜樂 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 然後菲利比書 四章四章四節 我能做到任何事情 只是因為他給我大能 我靠著 讓他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如果是一個熟人的話 在Paul 使徒保羅那一刻 絕對會感覺到絕望 痛苦 一切都沒了 熟人沒辦法去理解 為什麼使徒保羅在那一刻 感覺到自己贏了 為什麼使徒保羅感到那麼坦然 Paul's attitude in this situation while he is in prison while he is in prison is foolishness and is beyond their comprehension 哇 在熟人眼中 哇 使徒保羅在這個時刻 真的是非常阿Q for us that follows Christ it makes sense to us 但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反而是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那麼坦然 Paul shows us that even in a worse situation there is hope there is joy and there is strength 因為使徒保羅很心思明白到 他知道在最困難的時候 他心中永遠有信念 有喜樂 以撒亞書裡面 四十章三十一節 說得很明白 當他擋厚主的 逼重新得到力量 他們逼如鷹斬四上頭 他們奔跑 卻不會困倦 行走 卻不疲乏 當莫斯斯念到這一篇的時候 心中又充滿了力量 因為在看這邊的時候 他很清楚 他面對的失落 他會有主在我們背後 再吃我們力量 可以去對抗世俗的一切 大家都希望像一頭陰一樣 簡直飛揚 大家都希望可以在跑馬拉松的時候 源源不斷的有氣有力 要羅馬書裡面 第八章二十八節說明白 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人得到益處 這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那我們基督徒的其中一個基礎奠基 就是我們很理解很清楚 我也缺信主耶穌基督死而復活 那死而復活的 這等於我們今生所面對的事情 就只僅此而已 約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節二十六節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缺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那要回去剛剛我們所問的問題 作為一個基督徒怎麼辦 那肯定就是 看到使徒保羅作為一個榜樣 那世上活著在世上 地球會面對種種困難 那當然我們很清楚 我們的回報就是 終歸有一天 榮耀能夠歸於主 我們終於有一天 能夠與他同在 可能我們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會碰到像使徒保羅這樣子被關在牢裡面 也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會像大衛王當年一樣被仇敵重重圍困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面對過種種挑戰 種種問題 我們每一天都會做為一個普通人 有時候為了上班 有時候身體不舒適 還病了 有時候為了新出生的小BB要餵羊 有時候是在上學求學的時候面對考試 更加多的 這是種種的每天碰到的瑣碎事 變得搞到家裡面一地雞毛 以後呢 看到這一地雞毛以後 在終歸一切平靜下來的晚上 你可能會有一丁點的時間留給自己的 所以在重重的困境裡面 面對種種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需要有希望 讓我們繼續努力 繼續有充滿的新的力量 去面對這一切一切 我們需要希望來支撐我們 就好像老鷹脂肪下面的坑風 好像我們跑馬拉松裡面的 那個不停需要有的 源源不斷的力量 那用回去我們說 希望能改寫一切 怎麼樣 第一 希望改變我們的觀點 那第一 這是我們的觀點 在看到蟲蟲的一地雞毛 種種的挑戰 種種的困難 那我們第一 這有一個立場 我們看的事情 不是短短入生這一生 而是看的是永生 所以 所以 試圖保羅看的就是 不是他髒死 髒會受到痛苦的折磨 而是他看到的只是 永生 我們匆匆這一輩子 有多少年啊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但是 永生永遠 那是多久嗎 在聖書103.15 它說 在聖書103.15 它說 已經興旺於野地的花 經風一吹 就歸舞了 它的原住 也再也不認識它 這段的聖經呢 讓Moses覺得非常地失落 因為他非常真實 Moses為了討老婆歡欣呢 常常買花送給太太 但是呢 這次花呢 每一陣子就流洩了 不到一星期呢 那個鮮艷的顏色的退去 以後那個發販 就丟下在餐桌上 很快 這次花呢 就變成在垃圾桶裡面了 我們一生裡面 可能有三萬來天 但是雙對永生來說 這三萬來天 應該剩什麼呢 在這三萬多天以後 誰還記得今天你曾經坐過在這邊 曾經我們在這邊說過話呢 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這好像是展一展眼 就過了 我們的 我們的 萬一傷病 萬一是財困 萬一是一地的七毛 那轉眼之間 又不見了 再好像我眨一眨眼 雙對來說 我們所盼望的應該是永久 恆久的永生 2 Corinthians 4 17-18 它說 For our life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outweighs them all 過零多後書4章17-18節 是這樣子說的 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 因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永耀 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 而是顧念看不見的 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 看不見的才是永遠 OK I want you all to kind of look at your left palm of your hand and I want you to turn over that palm and what do you see on your left hand 注意一下你的左手 看看你的左手正面 又看看你的左手背面 you see a watch and that watch has a purpose and that purpose is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那可能你的左手有一支手錶 那手錶唯一的功能呢 就是去度量衡時間而已 you may have paid a hundred dollars for that watch a rich man may have paid a thousand times that price for his watch 那可能你家的手錶是白來快 但是一個有錢富翁左手正式錶 可能是你付的錢的一千倍 可能是幾十萬的一個手錶 and I tell you this time moves at the same pace for him as for you 那當然事實就是 時間的過去在你所守 還是在這個富翁的左手 一模一樣 his days are numbered my days are numbered your days are numbered 富翁的時間有的數 你的時間有的數 我的時間也有的數的 I don't know what my number is but when I was twenty-five I thought my number was fifty 他實實在在 Moses不清楚他到底哪一天會到他生命的盡頭 當他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他以為他會能活到五十歲的 today I don't even bother guessing 他今天已經說不良 but what I do do is that I value each day more as I get older 那但是他每一天過去 都會更珍惜過去的每一天 our mortal bodies our flesh and blood are like the flowers I give my wife 我們的肉身 這好像 Moses買給他太太的花朵一樣 they are beautiful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soon after you would know where all those flowers are going 那 現在當然是漂亮的 但是很清楚的 我們很理解 很快 那這實話會變成怎麼樣 由於我們對時間的觀點是不同的 不同世人 我們看的是永遠 所以我們的終極願望 我們設定來的計畫 跟其他屬人大大的不同 如果你聰明的話 你就會知道 該往哪一個方向改變 We will focus less on the material instead focus more on the eternal 你將會把你的專注力 從實實在在的物質 改成追求永永遠遠 永不離生 troubles challenges in our lives material possessions will all become inconsequential compared to develop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不管你面對著什麼樣的困擾 包括你的財困 身體的狀況 財富 名利 一切一切 都已經 跟你所追求 永遠跟主在一起的希望 完全不能雙體並論 所以我們會繼續追求 到最常的東西 他們會追求 他們會追求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們會有很不同的 類型 我們會有很多 好 OK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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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we could go without it And we could just read off of here I'm sorry That's okay Apologies Sorry I'm in technical error We lost the signal Again, inconsequential compared to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國語 是,我們現在碰到一艘機械鋪上 但是雙隊我們現在要講的題目 這個根本不重要 看到,主的大人出現了 所以我們跟熟人所比賽的賽道 根本不是同一條賽道 雙隊我們每天面對的困難 包括剛剛我們幾秒鐘看見的 實際不是同樣 所以我們所追求的 這是對主耶穌基督的 追求 崇拜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 最終的目標跟主耶穌基督在一起 And I know that you can't get on that bus to heaven without a ticket That's God's not good to happen Well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上這台車的票 那而且呢 我們這個票不會丟失 這個票揍在你手上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And I gotta move a little faster That hope changes the quality of our relationships 希望也會改變我們跟身邊的人之間的雙處 And through our hope in Christ We are transformed to become a new creation As discussed in 2 Corinthians 5.17 We lose our all-way of life and our pride and our self-interest are God 哥林多後書這樣子說 所以所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呢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re will be a transformation And that we are going to become new And we give up And becoming new We give up an old selfish way of doing things We give up our pride So that we can be on good terms with God 我們所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的改變 則是把自己舊的我丟棄了 變成新的我 成為新的我 才能跟主靠近 And once we have that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It will give us the right mindset Heart and wisdom For us to heal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around us Our spouse Our children Our parents Our families And our friends By trying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當我們成為新的人的時候 我們整個思維 整個態度都改變了 因為我們相信主的心 把福音傳給他們 這會改寫我們跟家人 愛人 老師 徒弟 同事 身邊的一切一切的人 所有的感性雙處 出發點 終極點 都已經完全不同了 We will start thinking about me first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others first 我們不再先為自己出發 所謂的人不為己 天之地滅 我們拋住腦後 反而我們先為我們所嚮往的東西 為了大家的好處出發 We will learn to be patient and kind with one another And serve one another 以後我們就學會容忍忍內 以後希望能夠協助身邊一切的人 每個星期天 Moses非常高興能夠見到大家 主內的兄弟姐妹 更加高興就是他的家人 也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So for me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on court now Nurturing these relationships Preparing them from getting stale And neglected Or taken for granted Wow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這些所有的感性 都需要經營 需要餵養 不能夠養這些東西 慢慢隨著自然 變壞 變淡 The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things You can accumulate in life 這個比他擁有儲存更加多的錢 重要的多了 Our priorities have changed Because we have changed We are a new creation 那我們所追求的東西改變 是因為我們個人已經改變的觀點嗎 我們追求的東西 不再是物質的東西 So when we dare to open our hearts to hope Our behavior Our speech Our tone changes Because Hope allows us to be joyful 當我們有了希望以後 這個改變了我們 我們說話的時候 語氣選用的字眼 跟對人的態度 完全都扭轉了 Like Paul We demonstrate victory And not defeat 在最絕望的時候 使徒寶博 獻出來的不是絕望 他反而是覺得 我贏了 So if you are not having joy And in Christian life There something is wrong 如果你作為一個基督徒 不感覺到歡喜 快樂 那有些事情不大對託 Third Hope changes the way we view our blessings 第三 這是我們怎麼數 什麼是被祝福的 Matthew 6 25-26 This writes Therefore I tell you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 What you eat or drink Or about your body What you wear Is life not more important than food And the body more important than clothes Look at the birds of the air They do not so agree And barred And your heavenly Father feeds them Are you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day 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這樣子形容的 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 吃什麼喝什麼 或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 生命不重於飲食嗎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你們看一看天上非人鸟 他們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在窗裡傳著糧 你們的天父上次養活他們 你們不比這隻飛鳥貴重得多嗎 And in Philippians 4 12 Paul writes I know what is to be in need And I know what is to have plenty I'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being contained in any And every situation Whether well-fed or hungry Whether living in plenty or what 史獨保羅在菲利比書四章十二節章子寫的 我知道怎麼樣煮悲賤 也知道怎麼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任何事情任何情況 我都得了密血 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看短視頻的時候 看到太多太多的人在懸浮了 You see that on Facebook, YouTube, TikTok 你們在臉書、抖音都看到這些人 這不停地顯現他們多富有 We see pictures of people posting things of them living the good life and having wonderful looking delicious meals 這支視頻啊或者是朋友圈裡面 看到太好吃的東西 太精彩的生活 太漂亮的風景了 And we may wonder why not me 以後讓我不幹不敬想的 為什麼那個不是我呢 We may even have feelings of a resentment or anger or unfairness 有一刻我覺得不公平 更多的時候我覺得羡慕妒忌恨 You may say I'm a nice guy I'm a nice girl Why not Why can I win the lottery too 有些時候我想著 我是個好人啊 那為什麼不像我中了這個六合彩呢 And some of that resentment can be directed towards God Or the people around you 有些時候這些羡慕妒忌恨 會往身邊的人發展 甚至最可怕的就是 有時候有時候我們會怨恨神 要使徒保羅法兒子 他的觀點就是 這些東西都不重要啊 因為主給他的東西 他已經覺得非常滿足了 不管他當官富有 拿著全餅吃得飽 傳了主 或他為了傳福音 被抓去牢上受盡折磨 他都很滿足 你不單止需要感覺到非常之開心 而且你需要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就是這一刻 就是這一刻 我們可以在 《鐵書中》裡 《家前書》五章十八節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女 向你們所指定的旨意 《經濟書中》 《德國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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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腫拿走的 应该是 船着一舍 永远远远 水都拿不走的 斯路保罗有的时候 他曾经三度求主而不得 所以我们更不应该 整天埋怨着 为什么那么多的求不得呢 在2nd Corinthians 12 It's not up here Paul is conflicted with a pain in his side which he calls a thorn 在2nd Corinthians 12 2nd Corinthians 12 Paul said what Paul asks God to remove a thorn from his side a pain in his side 史路保罗求主 把他身体里面 被刺的一个荆棘拿走 Paul pleased with God begs God three times I pleaded with the Lord to take it away from me 他求主上面 把这根刺拔走 But God said to him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in weakness 我给你的恩赐 我的荣耀是足够的给你的 这是你该得的 那我的力量呢 是在你的缺陷中 你的痛苦 你的软弱中显露出来 那希望就是 不能够把身边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作为理所当然 好比方 妈妈对我的爱 朋友对我的意义 so let's sum up what we covered today number one first hope changes our perspective we should not get short-sighted but instead focus on on eternity 第一 希望不应该 希望第一就是要我们改变 我们的眼光 不能如此短浅 看到眼前的名利 金钱 权柄 而反而是应该看到 遥遥远远 我们该所该追求的永生 second hope changes the quality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ur hope in Christ we ar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creation giving of all selfish ways of life and after which we can rebuild and repair broken relationships 当我们有信耶稣 基督的心的时候 希望改变了我们整个人 不再是自我中心 为什么都是以我为优先 反而是所有的事情 都为了身边的一切 身边的好友 身边的亲人 先处出发 and third hope changes the way we view the blessings we have in our life hope allows us to be content joyful and grateful for whatever we have now 那么第三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感到满足啊 身边就算我得到的缺陷 或我得到的好处 得到的能力 都应该是满足感恩 因为有了它 我们才可以快乐 能快乐 就是使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更加让身边感觉到舒服 and to conclude I would like you all to imagine what your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hope without hope in Christ 这种迹象 万一我们心中没主 或希望里面没主 是一个怎么样的命呢 it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life would it because it would be a life without God's promise without God's grace 如果我们没有希望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生命 没有盼望 没有主的眷顾 a life without real hope is a hopeless life 没有主的背书 我们的希望 完成并且显得痴心旺盛 and a hopeless life is one of desperation fear of anxiety a life with no future 那所以呢 一个绝望的生命 没有盼望的 那你只能面对 种种的充险 而没有任何一个援助 so to conclude one last verse in Job chapter 8 11 13 it says can papyrus grow tall where there is no march can reeds thrive without water while still growing uncut they wither and grow and they wither more quickly than grass such is the destiny of all who forget God so perishes the hope of the godless 最后就是跟大家念念 约伯纪八章十一到十三节 普草没有泥 岂能生长呢 奴底没有水 又岂能长大呢 他还清脆 没有割下的时候 比白杨的草先枯稿 凡忘记省人 路途也会是这样 不前进的人 指望要被灭没 and I think and with that to say that the godless has no hope 当你没有主的信仰的时候 那你的希望 就是一个痴心妄想 因为没有我们的三条 最重要的支柱 但是主耶稣基督 是希望我们有希望 and he wants you to rejoice in it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 每天的宽乐 谢谢 记得 that bus ticket is with all of you 你们都有那个 上千堂大巴的票 不要丢了 oh pray who's doing go's in prayer go's in prayer me ok yeah 这样 ok ma